大陆作家韩寒的新书出发最近在台湾出版 这本书收录了韩寒出道十年来发表在报刊杂志和博客上的文章 因为这本书已自卫山 韩寒认为这是编的最好的一本杂文集 不过因为香港异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 撰写了韩寒这本杂文集的序文 这本书无法在中国出版 据台湾时报27号报道 出发是韩寒记青春之后 在台湾出版的第二本杂文集 这本书从学生韩寒 博客韩寒 敏感词韩寒到最初韩寒 记录了韩寒书写的初中 收录了韩寒出道十年来76篇精彩的文章 这本未剪一刀的文集被韩寒认为是编的最好的 香港异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在出发的序文中写道 在这个只能以沉默皆是真相的国度 我们最需要的就是肯冒险讲真话的人 韩寒就是这样的人 韩寒因感言而受到中国网民拥戴 但也因此而履履遭到当局三文警告 在这本文集里体现着韩寒不怕当局和泄和敏感词的特色话语 如 世界是这样的现实 但我们都有坚持自己的权利 以前政府做事从来不问民意 现在政府做事自己制造民意 一个对内不能和平游行的民族 他的对外任何游行是完全没有价值的 那只是一场集体舞 28岁的韩寒今年刚做了父亲 这位高中学历的作家 在高一曾创下期末考试七科不及格的记录 但他擅长写作 16岁在大陆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中获一等奖 18岁出版的长篇小说三重门 一面试就成为畅销书 他的新当博客访问量列排行榜第六名 截止到2010年12月27号 是4亿4151715 而且在不断的增长 今年4月 韩寒入选美国时代周刊评出的全球最具影响力100人 12月入选美国杂志外交政策 年度全球百大思想家 韩寒成名十年间 先后被媒体贴上不同的标签 从叛逆出轨的偏财生 到80后不负责任率真狂傲的代表 到敢于担当的80后 最近这两年韩寒屡屡介入社会事件及维权个案 于是舆论领袖 公共知识分子 甚至反政府寒寒 在更深的层次被众人所知 新唐人记者李静 吴慧珍综合报道